时定观光发展协会首次举办开春忘年宴 在老间热闹的板豆习开43周了 协会理事长林淑芳就表示 会有这样的想法除了来自深坑封街板豆给予的灵感之外 也是希望借此能够凝聚在地人的详心力 而在未来也将会考虑将板豆纳入小旅行的旅程当中 成为时定观光的特色之一 入月之后时定之星广场却是热闹滚滚 街上搭起了棚架摆了一个个的圆桌 这是由时定观光发展协会所发起的开春忘年宴 也是时定区首次的封街板豆活动 协会理事长林淑芳表示 每年都看着深坑板豆 所以她想着是否时定也能办得到 因此就提出想法 看到现在如此热闹的场面让她非常感动 大家都愿意出力 然后也出时间 然后也出了很多的赞助 尤其是我们在地的大家长区长 然后我们在地的里民 还有我们的里长 跟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他们都很用心 像这台 今天的这台五台车 就是我们社区发展协会他们赞助的 就是他们的里坚是自己自讨药包赞助的 林淑芳表示 透过这样的活动 主要是希望能够凝聚时定在地人的向心力 大家也借此能相聚在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另外也希望能够成为试水温的尝试 未来不排除将板豆纳入时定小旅行的游程当中 对此时定区长洪丛莲也给予大力支持 这是我们时定区第一次办理这个活动 我希望说我们以后这样子变成我们一个时定的特色 我们时定的一些美食可以结合再一次 我们这边商圈 可能一家店面出一样菜两样菜 让大家来这边走一走 然后也可以结合我们这边的地景 大家一起来这边欢乐 今年先事办 然后明年就是有了一次这样经验之后 希望明年我们可以对外招展游客 然后再去举办一个一日游的行程 然后让游客来时定 除了玩之外也可以消费消费完之后 最后再用一个半桌的形式来做一个ending 活动中舞台上还有地方团体店家赞助的表演节目 让现场热闹非凡 新北市议员陈宜君 刘哲彰 金钟玉 陈永福等 也到场和民众同乐加班的 时定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淑芳表示 本来预定30桌 在乡亲的热烈响应下 变成习开43桌 开心的说希望明年能够突破50桌 区长洪冲联也期盼这样的板斗活动 能够成为时定观光旅游的特色之一 让游客玩在时定 游在时定 吃在时定 还要爱上时定 记者陈小旦 赵芳琪 时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